好 持續帶給您80RU的最新情況 我現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拉夏貝爾企育館 那麼相信今天晚上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心情非常的緊張 但是很高興的是我們的羽球男雙黃金排檔林洋沛呢 在四強陣當中以2比1擊敗了丹麥組合 現在已經搶進了這個金牌戰 那麼接下來要面對到的是中國組合 而林洋沛呢在走出場外的時候 有非常多中華隊的球迷就在外面迎接他們 來看看稍早的訪問 很感謝各位球迷幫我們支持吧 因為其實現場的加油聲真的很大聲 裡面聲音我們聽轉播也超大聲 真的 因為非常大聲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第一局打完 第二局其實氣勢有點降下來 那大家的鼓勵就真的是給了我力量 我希望我可以把他頂住 不要就是辜負大家的加油聲 因為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先把身體準備好 然後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跟身體狀態去跟他們做對抗 你要不要看一下接下來的對手 當然就希望說把每一顆都打好吧 因為畢竟已經進了決賽 那希望說把我們台灣的精神展現出來 讓大家慾勇榮煙吧 好 可以看到這個王綺麟跟李洋 他們都表示說下一場硬仗呢 絕對是非常的困難 但是呢有這些球迷們的這個支持 以及鼓勵呢 他們也一定會拼戰到底 那麼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朋友妹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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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這邊嗎 轉這邊 好 OKOK 要轉一邊嗎 要轉一邊嗎 這邊會怕我長關 好 轉一下 一二三一起轉 轉轉轉轉轉 轉轉轉轉 有廣大球比當你的後盾 沒錯 廣大球比當你們的後盾 有人笑光嗎 台下今天是場比賽 大家小心讓第一局的時候 有點緊張 失誤有點偏多 那後面是逆轉 台下今天是場比賽 第一局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很希望可以拿下這場比賽 所以導致自己在發揮的沒有那麼好 好在第二局里昂發揮的依舊強勢 然後他一直給我信心 後面教練也一直給我鼓勵 叫我要去跟他們去做對抗 然後好險在第三局的時候 自己一個發長球的戰術算蠻成功 因為在預賽的時候有看里昂發長球 我想說我也嘗試一下 那很開心蠻成功的 你要談一下今天兩個人的搭配 其實今天騎琳打蠻好的 可能在第一局我們失誤之後 他其實自己第二局之後 穩住自己的心態 然後把他自己該有的強勢打出來 所以在二三局之後 我們都可以打出我們該有的特色 然後也很感謝各位球迷幫我們支持吧 因為其實現場的加油聲真的很大聲 裡面聲音我們聽轉播也超大聲 真的非常大聲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第一局打完 第二局其實氣勢有點降下來 那大家的鼓勵就真的是給了我力量 我希望我可以把他頂住 不要就是辜負大家的加油聲音 聽你爸爸在臺灣跟我們說 他明天要聽到 下次要聽到國旗歌 你有沒有信心 加油 下一場的對手是中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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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是要把自己先準備 因為畢竟自己還是要有正常的發揮 才有機會跟對手去做對抗 所以我還是會希望自己 因為有一天的休息時間 所以希望可以先把身體準備好 然後有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 跟身體狀態去跟他們做對抗 你要不要看一下接下來的對手 當然就希望說把每一顆都打好吧 因為畢竟已經進了決賽 那希望說把我們 臺灣的精神展現出來 讓大家 育勇榮煙吧 育勇爸爸也今天專門 飛到巴黎來為你加油了 當下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到結束了之後才知道 我知道他有在巴黎 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票 因為 其實我出場的時候就有看你爸 我沒有看我爸 然後我待會想 我先不能跟你說 對 我想說我不要 我不要 因為我通常是不太希望 因為我親人的時候 我感覺我壓力會更大耶 當然很高興他在現場 因為其實我拍線都是把他拉的 然後就會覺得說 有家人支持的力量 就真的很好 連續兩屆闖道金牌戰 這麼多粉絲來 有沒有想要對他們說的話 就很開心可以跟各位分享這個喜悅 那希望後天 我們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那也希望他們繼續為我們加油 大家是不是會繼續力挺領腰 對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讓李楊去休息 讓李楊去休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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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八點整 我們先插播來自巴黎奧運的最新好消息 也就是呢 我們的奧運羽球男雙四強賽 林楊佩確定搶下金牌戰門票 也就是我們確定 會有一面獎牌入袋了更進步的狀況 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何雲婷報導 雲婷 好的主播 林楊佩的李楊和王麒麟 在巴黎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項目四強賽當中 對決同為小組賽第一組出現的丹麥組合 比賽一剛開始就打得相當激烈 雙方選擇長發球的調動相當多 賽況也一直是你一分我一分 不過丹麥組合多次將角度給帶大 追分時刻 王麒麟回憶漂亮的分球回擊 再將分數給追了上來 只是接下來展開競爭對決 才讓丹麥組合得分 以相差三分的狀況下 讓對手奪下第一局 第二局開始 林楊佩就不敢大意 揭力進攻以緊咬分數 靠著丹麥組合連續幾球的力道過猛 拉出一波漂亮攻勢 李楊和王麒麟不斷下壓 再搭配角度的變化先拉開 在對手回擊掛網之後 來到局點以21比17進入決勝的第三局 決勝局李楊和王麒麟也是一直想有領先攻勢 在對手回擊頻頻出狀況的情況之下 分數越拉越開 最終以21比10的大差距 勝出第三局晉級金牌戰 而值得注意的是 這回前四名本週排名都是一二三名 李楊和王麒麟則是本週排名第十二 這回亮眼表現也讓台灣的民眾 統統熱血沸騰起來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將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恭喜羽球好手李楊 王麒麟 聯合挺進奧運金牌戰 綁就好了 李楊也講一下啦 更行 綁就好了 面對記者關心 中華隊羽球黃金男霜的李楊 總是第一時間 將麥克風交給好搭檔王麒麟 相照於外相的王麒麟 李楊的確內向許多 偏偏他們這樣組合 以內以外 意外合拍 時候該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那當然還是多少也捨不得 當然也捨不得我們大寶貝對不對 確定在巴黎奧運後正式退役的李楊 訪談之間一個在鬧一個在笑 還是可以看出對好哥們滿滿的不捨 時間真剛好 欸你們今天那麼早 蛤? 今天那麼早 因為比賽也很早 加油 謝謝 加油 謝謝 快點再大聲一點 加油 我們要加油 蛤? 因為比賽也很早 加油 謝謝 還要加油 Abby 好啊 加油 對 加油 太行 加油 拜拜 破數嘛 我們這麼早來就是要幫李洋加油對吧 對對對 我們就來幫他們加油 孩子嗎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精力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好險李洋 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 我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他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希望可以為台灣在前進獎牌戰 所以今天其實給日野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上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跟李洋的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 再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朝獎牌邁進 今天覺得你們兩個人搭配起來的狀態怎麼樣 一開賽就很火熱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精力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洋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然後第二局可能我們 因為連續幾天出賽疲憊 所以精神狀態有點沒有那麼專注 而且對方相對打比較強勢 而且今天的風向兩邊不太一樣 所以第二局換對方是順風 球過來比較有衝擊性 所以我們打起來就應付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好險後來在發接發我們有用長球 然後後來連續發小球 然後去取分在發接發有做好 所以很開心最後有把局勢控制下來 現在已經拿下五連勝了 今年氣勢真的還不錯 大家現在到目前為止 整體跟李洋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因為畢竟我們一開始抽籤的時候 抽到死亡小組其實自己 沒什麼信心 因為我們的狀態其實都起起伏伏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 再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朝獎牌賣進 對其實今天就是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 我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他的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因為今天八強其實很想進四強 因為希望可以為台灣再前進獎牌戰 對所以今天其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地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第二局的時候 對啊發球發兩個失誤 然後就開始非常自責 然後就在場上其實就真的很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失場 然後去影響到搭檔跟這次我們的 整個賽事 所以其實這場壓力又比較大 對沒錯這場壓力比前幾場 跟昨天差不多吧都很大 然後只是今天這場又加上幾顆發球 比較簡單的失誤出來之後 就覺得很不順暢 對所以感覺壓力就更大一點 下一場的對手是丹麥 嗯 就希望今天趕快回去休息吧 因為對他們要很多的精力 他說他很緊張 我說沒事了 就打到這邊了 不是第二就第一 然後我插 這時候了然後我插 就好好打就好了 今天起床 再跟我講我起床了 因為我現在都比你玩起來 所以我不會經歷你起床 不是 不是 我在場上的時候就負責一件事 你知道什麼事嗎 所以我一直跟他講說 不是 我跟他講說 欸幹我今天好緊張 我今天真的超緊張 然後我最後兩場比賽的時候 我上場一開始 比賽情況還好 我就覺得沒什麼啊 反正四場破紀錄 那就棒開打 其實就是想辦法去 去拼罵 就打出最好的成績啊 結果 我就想說我現在放得很鬆 明明在上場應該不會緊張 結果一這樣去那個場地 那個氛圍一來 我在這個時候 我手有點抖 然後我在 準備要比賽開始的時候 我跟你講 欸我真的超級緊張的 我真的緊張到不行 我真的快受不了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然後他一場就一直安撫我 然後他在發球前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喔我發哪裡 我發在他的右胸 我發在哪個local 還是發在哪裡 然後我注意 然後我就可以 比較簡單的去注意下一球這樣子 對 我說負責的是緊張 然後把球打進 不要一直死 他就是他很緊張的說 啊沒事了 我就打到這邊了 不是第二就第一 然後我插啊 都這時候了 然後我插啊 就好好打就好了 開心又好 享受比賽 反正 你就是要亂 也不是亂講 反正你就是要讓他帶回一個 他可以不要去思考到壓力 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 蠻重要 我們不常來亂 不常來講說 之前遇過最扯的就是有人 問我說 最後一分錢 他問我說 他問我說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我嚇傻 我覺得就是 我們相處的時間非常長吧 真的是非常長 長過甚至家人 甚至女友 就是會覺得說 你必須 你只要一早上起床 看到練球 就是她 然後下午練球 又看到她 你真的很難 就是我覺得最後 真的就像家人吧 就像情侶這樣 就是你必須 好的壞的 你都是去包容 然後 然後去給建議 然後 就是一起 都每件事情都要一起去度過 今天可能遇到訓練上 煩心 或是誰受傷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 必須一起去面對的事情 那 我覺得這也是雙打有趣的地方吧 就是 不管怎麼樣 都是兩個人一起去面對 而不是 像單打可能就很多苦要自己吞 你在心情不好的時候 那個 應該也是想 就像是他講的相處久了 其實他 心情不好心情好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 然後他 只要 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就讓他 給他一點一個人的空間 讓他自己去調適 你不要一直去問他 一直去攔他 你攔久了弄久了 他整個氣 他氣起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很可怕 尤其是他起床的時候 你絕對不要去 然後我最近起床還好 先起床 再跟我講我起床 因為 我現在都比你晚起來 所以我不會盡力 一直起床那個時候 那時候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你不要讓 不要十年後 回來看這個時候 讓自己後悔 他就是一直跟我強調 就是你不要 因為你現在的一些 行為 然後導致你比賽狀況可能不好 然後你十年後 再來看你現在自己 才會說為什麼當初步 再認真一點 我覺得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覺得 講完以後 我自己會去思考 會去 你去反省的一個地方 對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精力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楊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對 其實今天就是 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 我 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 他的狀態咬住 其實真的蠻艱辛的 希望可以為台灣 再前進獎牌戰 對 所以今天其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面打起來 非常緊張吧 跟李楊的整個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那很開心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 再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 朝獎牌賣進 今天覺得你們兩個人 搭配起來的狀態怎麼樣 一開賽就很火熱了 一開賽的時候我蠻專注的 但後面精力有點掉的時候 所以在第一局後半段 好險李楊有強勢的把局勢控制回來 然後第二局可能我們 因為連續幾天出賽疲憊 所以 今天狀態有點沒有那麼專注 所以 而且對方相對打比較強勢 而且今天的風向兩邊不太一樣 所以第二局換對方是順風 球過來比較有衝擊性 所以我們打起來就應付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好險後來在發接發 我們有用長球 跟後來連續發小球 然後去取分 在發接發有做好 所以 很開心最後有把局勢控制下來 現在已經拿下五連勝了 今年氣勢真的還不錯 大家現在到目前為止 整體跟李楊的搭配的表現 我覺得就超乎預期吧 因為畢竟 我們一開始抽籤的時候 抽到死亡小組 其實自己 沒什麼信心 因為我們狀態其實都起起伏伏 那很開心 小組能四連勝出現在 加上今天的勝利 那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然後 朝獎牌賣進 對其實今天就是 我們剛好一人一半吧 就是他失誤的時候 我 我 狀態咬住 我失誤的時候他的狀態咬住 其實 真的蠻艱辛的 因為今天 八強其實很想進四強 因為 希望可以為台灣再 前進獎牌戰 對所以今天其實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所以其實在場上打起來非常緊張吧 第二局的時候 對啊發球發兩個失誤 然後 就開始非常自責 然後就在場上其實就真的很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自己的失場 然後去影響到搭檔跟這次我們的 整個賽事 所以其實這場壓力又比較大 對 沒錯這場壓力比前幾場 跟昨天差不多吧 都很大 然後只是今天這場 又加上幾顆發球 比較簡單的失誤 失誤出來之後 就覺得 很不順暢 對 所以感覺壓力就更大一點 下一場的對手是 單賣 對 就 希望今天趕快回去休息吧 因為 對他們要很多的 對 有感覺